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怎么样规划 小朋友或者是各位啦 如果未来想要成功 你要怎么样去规划你的人生 然后怎么样去实施用心智图的方法 那么所以呢 我要先在这边会先跟各位说 S-Mine 把它打开 它装好之后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你打开之后呢 它会长这个样子 那一开始可能是空白的 所以我们就要档案这里新建一个档案 新建一个档案 然后我在这里 我们一般都直接点心智图 然后之后如果要调整架构可以再调整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一般都先点 这个一般用的心智图 好那点了之后直接选一个风格 选一个你喜欢的样式 然后直接建立 那如果以 以今天如果说要做这个主题来讲 假设我现在要教学生 我怎么样去规划我的人生 那所以在规划之前 他要有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就要跟他讲这一些事情 比如说 你 你的人生有目标了吗 我们当老师的都知道 我们最高兴的应该是我们可以交到那个很懂事的小孩 然后一开始就很有自己的主见 他已经想好他未来要做什么 如果有教到这种小孩真的是求之不得 因为他已经有很明确的目标 那有很明确的目标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需要的协助 需要的辅导 那可是如果一般的小孩大概国小阶段还不会去想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要 要这个规划你的人生的话 你就要开始去想这些事情 或者引导小朋友去想这些事情 那你怎么知道 那一件事情是你的 你怎么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你的人生轨道 那个Michael Jackson为什么 他 在做跳舞唱歌跳舞的时候 他只要一上台就很厉害 因为这是他的人生轨道 那可是我 怎么会知道说 我的人生轨道到底是什么 我要做什么东西才是 才是我最 厉害的 我最喜欢的 我未来人生可能要走这条路 所以其实 除了那个多方尝试 之外 就鼓励他多方尝试 所以 小朋友如果今天跟你说他要学音乐 然后过两天 他要跟你说我不要学音乐 我想学跆拳道 这时候不要骂他 因为他 其实是在 多方尝试想要找到自己的轨道 那我觉得应该是 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 应该要多多的支持 那所以 让学生多方的去尝试自己的轨道 然后请他 在尝试的时候问问自己的心理 这个是不是 我喜欢的事 就是 如果他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觉得非常的快乐 而且做起来得心应手 那即使是有困难呢 他也想尽办法 尽一切的努力去把它 克服掉 如果是 他做那个事情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 那这就有可能是他的 喜欢的 地方 喜欢的轨道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 学一下 让他体验一下 这种感觉 让他知道他做什么是 喜欢的 容易的 简单的 或者说 他会受到赞美 然后他 他可以得心应手 他会想要去克服 有困难会想要主动去克服 所以 我们都会鼓励学生 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要去想一想他的人生 然后所以 其实想要成功 其实是有方法的 那当然 女生大概比较早熟 比较容易会去想这些事情 男生大概就比较 这也不是性别歧视 这生理的机制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 设计什么 都不如设计自己的人生 所以如果他想要成功 他必须知道 他的目标在哪里 所以我们 会用心智图 的方式 来帮他找到他的 找到目标之后 帮他规划他的人生 很好